年轻年的开始 上海160万中小学生又走进了课堂 而伴随他们的还有家长 以及同样漫长的送学路 公交出租私家车步行 每天早晚车与人 总是将各个学校的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家长很累孩子们也很辛苦 而上海的公交六路和862路 专门为此是开出了学生班车 那么公交送学有可行性吗 早上七点不到 一辆挂着学生专车牌子的六路公交车 已经在终点站等待发车 七点整 尽管车上只有三个人 班车还是准时出发了 我们现在书包很重 如果跟他们一般的大人挤在一起 可能就是挤不上来 六路车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年初有乘客建议他们 是否能为每天挤车上学的学生们 提供一些专门的服务 车队通过调研发现 六路公交车沿途经过空江中学 打虎山路小学等十来所学校 早高峰时学生占了三分之一 于是从去年三月开始 他们就在常规班次之外 每天早上分别从两个中点站 各发一班专车队开 此举大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 事实上学生公交班车在上海并非是个新鲜事儿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许多公交线路就开出了红绿领金专车 像中心城区热门线路 二十路 三十七路 二十一路 十五路等等 都曾经为学生们开过交通方便之门 到2005年前后 112 45 94等十多条空调车 也都开设了学生专线 然而随着公交体制改革 轨道交通迅速发展 以及中心城区洞拆迁的因素 原本集中的学生客流开始分散 考虑到运营成本 学生公交班车只能逐一取消了 公交二十路 如果再开这个学生班车的话 对客流方面 一方面是行不成一定的学生客流 第二个方面是对我们沿线 企业也考虑到成本 而像六路学生班车这样 还在坚持运营的 同样面临着成本压力 记者发现 班车全程都没有坐满 最多时也就二十来个乘客 公司方面表示 现在学生班车 三十人左右的客流量 远不够他们保本 除了成本之外 学生客流与普通客流的冲突 也是运营中无法规避的矛盾 行驶在中心路和贡康路之间的八六二路 在开出学生班车后没多久 晚高峰时段的学生班车就坚持不下去了 车队负责人说 由于学生上课的时间比上班族早 所以对早高峰的影响还不大 但是晚高峰就不同了 学生放学时间从四点多开始 要一直持续到五点半多 这段时间晚高峰已经开始了 有限的车辆还要用来专门照顾学生 乘客难免会有意见 事实上这几年来交通部门 教育部门和多位人大代表 都在持续为解决学生上下学的出行问题 而动脑筋 有代表认为 用现成的公交体系代替校车 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不过也可以考虑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 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 那么这样的不一定是 一定是要大型的公交车 能不能到公交部门 根据可能车型也行 中巴来来做运行 就减低整个成本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此外还有人提出 目前公交公司 已经在很多小区开通了穿梭巴士 用于接驳居民区 与轨道交通等公交枢纽 不妨充分利用穿梭巴士的运能 优化运行线路 在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开线设站 方便附近地区的学生 面对160万中小学生 目前开闭的这两条学生班车 只能够解决 一百来个学生的上下学出行难问题 而更多的学生 仍然是背着沉重的书包 在慢慢上学路上辛苦地跋涉 用公交线路来覆盖校车的功能 确实是一条比较可行的出路 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运能成本的压力 如何平衡多方利益 争取让学生搬车 能够开得多一点 能够坚持下去 需要社会各方都来出谋划策 好 感谢观看